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Roddy Chemical 今天就跌大跌4点多吧 这个跌呢 应该也是一期中吧 要马后炮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他这几天都一直过不到这个 这个这个数码工 啊这样你过不到 这样你过不到的话呢 这样你就会开始U-turn 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OK他今天就U-turn了 而且是一个很大力的U-turn 这个U-turn呢 除了跌破这个20天 也跌破这个200天 啊 也跌破这个筹码工 所以大家记得 我一直都很重视这个200天的均线啊 今天跌破了 再加上 再加上 再加上这个筹码工 再加上 再加上 又跌破 一定会在这个60-50天 也就是2块1 2块1里面 有机会呢 不知道 啊 继续等待吧 这个这个公司我觉得是不错的 还有机会捞一下的话 然后又 是不错的啊 因为这些公司都是基本面都是OK的 这样 无论如何呢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接 我们只是等到他要出现 要出现这种 止跌回声的讯号 啊就是这种 这种 夹了就白吃了啦 没有青色蜡猪的 接下来 弹上去的时候 有一个青色蜡猪 最好也是有亮的啊 这个就是一个 马路讯号 OK 这就是我的看法 并没有人来买卖意见 谢谢大家